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陪你 我陪你一封 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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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松田形状 一封 揮集了一百二十一類 歌詞集號 暗號 信號 密碼 代碼 文字 圖形 文詩等 人 那 舊 她的字也涂上了黑色的光彩材質 書的包裝外殼有一些漏空 漏空下面就是書封列的一些字幕 她的字幕 所以,為何不可以 這邊 還有一些文字網絡的圖形說明 現在我們一起來看一看這本書 送前裝飾 再也沒有Billion更加不可思議的記號 曾經有一個電視廣告 主角在指標上點寫數字時 銀幣實在太好心,零點得太順 搞得周圍的大人物們十分緊張 零明明代表無 但只要加上去,卻能讓數字變得無限大 這就是零 零點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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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V C A 摩爾斯堅馬 遠距離通訊技術的開放 是從 一封禱告開始的 1753年 蘇格蘭的雜誌 看到了一篇 匿名的禱告 內容寫著 每個字母 對應一條電欄 只要假設 26條電欄 就能夠實現 遠距離通訊 結果 這個想法 在一百年後 才被具體化 1983年 英國的查爾斯 匯斯通 和威廉庫克 利用電流 路過磁針的一磅時 磁針震動的現象 創造了 匯斯通 庫克系統 而1832年 美國的 Samuel 摩爾斯 也在大西洋航行的船上 像除了 利用電磁式 組合斷續的電流 形成的通訊方法 這是代碼符號通訊的趨勢 1844年 1844年 華盛頓和 鮑爾丁末間 架設了電信線 也開發了 用電和線 來表現英文字母的通訊系統 這就是 摩爾斯電嗎 這些信號 可以印出來 也可以加上發生器 1851年 出現了 歐式的 摩爾斯電嗎 取代了 灰斯通 庫克系統 過去摩爾斯電嗎 把以使用頻率高的字母簡化 不太使用的字母 則使用複雜的符號 一開始 傳播的遇難 九州信號的摩爾斯電嗎 是CQE CQ代表 告知安全穿 最後的E 因為不容易辨識 才改成CQT CQT CQT 1906年 也變成了 SOS 1912年 拍攤了一個號 成為第一艘發出 SOS 99 99 99 信號的傳 一般認為 SOS 等於 Save Our Ship Save Our Souls 等等 但實際上 只是為了能夠更容易的辨識 才決定要SOS 之後 1987年 摩爾斯電嗎 被廢除 取而代之的 是衛星的監視系統 幼圖 為日本的摩爾斯電嗎 日本 在明治衛星後的 1869年 加設 電信系統 因直接把歐洲文字的 摩爾斯電嗎 替換成為 日文假名的48個文字 根本沒有考慮使用頻率的問題 結果 造成了一堆五號病拍的情況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M O P Q R S T U V T W X Y C E C R C 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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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R C P P C C C V V C X X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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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使用的人是1877年式的法國的艾米波特 最操像的以傳統方式來表現摩爾斯電馬的是灰色洞 洞有五行 第三個小洞是鬆弛用的 和底片上的兩排洞孔的過片左右是相同的 五行的話只能表達出二的五次方 也就是32個符號 波特想到可以用轉換 以上下兩段來表示 如此一來就能表達60個符號 括號裡是用上段部分來表示的文字 以數字和符號為主 在AT&T上班的吉爾波特 福南 想到可以利用印刷電擊機打出來的直卷 分成有動和沒有動的二鏡子安號系統 這個想法並沒有在美國普及 反而是二次大戰的時候 在德國獲得好評 因而誕生了追加艦的暗號機 但是這也是由解讀暗號機的英國團隊來解讀的電信暗號的A到Z的表示方法 那麽今天 那麽今天 的書 我們 就讀到這裏 我們 希望你已經 放鬆下來 並且 了解了一些 有趣的知識 希望你 晚安 好夢 我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